2010年8月8日 谢霆峰、陈奕述等,在这首歌的MV里,除了不断切换的明星面孔,令人印象深刻,都还有独具北京特色的背景。 鸟巢、水利芳、长城、故宫、金潭、北京四合院,短短的七分钟把北京浓厚的历史文化拢索在一个个的美丽画面中, 开篇伴随着吊嗓的金巨声和鸟叫声,出现在这首MV中的第一个面孔是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姑娘,陈天佳。 他用清脆的嗓音唱出,迎接另一个晨曦,带来全新哄气,随后出场的是刘欢、奈英、孙燕姿、孙燕、王绿红、韩红等等演艺圈的大腕。 陈天佳与奥运的原本要追赐到2004年。 当年只有五岁的陈天佳为张一蒙顺中参加雅典奥运会闭幕式,他身穿粉红色裙子,头上扎着两根小便,手挑一个红灯笼,站在另外一个大灯笼上演唱茉莉花。 演唱结束对全世界说,四年后,你们来北京,我再唱给你们听,自然的表现,让大家印象深刻。 2008年,陈天佳受到了北京欢迎您奥运歌曲录制的邀请,宇成龙、刘欢等众多明星参加了北京欢迎您歌曲和MV的录制,小小年纪就能与这些大腕明星合作。 陈天佳的起点颗外,相当高,而她的表现也得到了一致好评,当年炙手可热的小童星并没有选择娱乐圈。 在这十年中,陈天佳非常低调,努力学习,过着普通人的生活,逐渐已从加拿大西蒙福雷泽大学毕业,小女孩已经蜕变成美少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藏患的佘 consideringakt�� confirmed。 在这个所谓和党agベーchio部的生命中将实现发不同了可能性异的比资发尾地和っていう感讯。 现在会不吝点赞 疯人的这种行为您的感觉,在叫我看看摆晚上的不能?, 谢谢观看